海洋省份清理風暴Fiona災後現場的工作踏入第2個星期 今天仍有超過4萬5千戶仍未博通電力 欣亞樂部 斯高沙省電力公司今天下午公佈的數字顯示 仍有超過2萬5千戶斷電 不過情況已經明顯改善 最嚴重的時候該省多達41萬5千戶受影響 而省會哈利法斯已經大致修復好 不過電力公司說有部份省民仍要等待至未來這個星期 愛德華王子島還有超過2萬戶失去電力供應 首府查諾城和鄰近的康和以及Strafford 分別佔超過1千戶 不過島上大部份學校將於明天在停貨一個星期後復貨 風暴Fiona在前週六24日登陸海洋省份 除了移除嵐樹及接駁供電等工作之外 多個省份分別推出了對省民的財政支援措施 對省民的財政支援措施 對省民的財政支援措施